請用節 公務市長陳其邁 11月8號親自出席 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開幕典禮 這棟衛生局所屬的健康園區 不但整合了中西醫資源 更包含了綜合型的長照機構 市長陳其邁還特別走訪各樓層 也在二樓的社區 新衛中心聚服油畫前 和小朋友一起合影 小胖非常的開心 第一次和市長這麼近距離接觸 小朋友不禁露出害羞的神情 現場一陣歡笑聲 而在六樓還設有全國首創的 重大耳虐照護專區 包含了完整的醫療資源 和友善的環境 讓孩童們的創傷 能夠得到最佳的治療效果 這棟是軟的 對 就是一個特殊的防護地板 那我們也有一個城堡的概念 一樣是讓他有在安心的環境之下 做一個活動 我們全國首創的 也是在於我們的收斂兒童 這個重度障礙的這個部分 在我們的六樓提供 不管是治療型的 這一個照護的服務 讓我們這些收斂兒童 總共有六十床 提供他們能夠更高強度的這些服務 全國唯一的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 除了特殊疾病 額虐重症個案的治療之外 還兼有長期照護的完整服務模式 可以讓高雄市民從小到大 獲得全人全方位的醫療服務 我們高零整合長期照護中心的設置的功能 就是在左眼針對這些多重障礙 而且需要長照服務 尤其是住宿性 長照機構照顧 護理之家等等 這些照顧的這一群病 未來高雄市府也會持續結合中央和地方 建立連續性整合性的醫療照顧體系 讓一旦發生需求的高雄市民 都能夠得到完整的醫療照顧資源 記者綜合報導 請你健康我最大 哇 市長這麼瘦的貴瓶 我真是我們高雄